清茶正常冰正常糖 用環保杯 买饮料自备環保杯 不但環保还省钱 能折五块钱 但有民众发现 实际饮料分量 竟然和刻度显示不一样 偷工减料吗 网络上有人分享 买了超大杯 一千毫升茶饮 但按照杯上标示 却只有八百五十到九百毫升 网友说就算不准 未免差太多了吧 饮料店用两杯两口 但真的是餐烤用 如果会在意的话 就叫他打厂量看看 随机在三间饮料店 各买一杯茶饮五百毫升 令人意外的是 与环保杯上刻度都有落差 同样买的都是五百毫升 中杯大小实测结果 第一杯四百三十毫升 第二杯四百一十毫升 最后一杯四百八十毫升 都有落差 我们会特别用两杯 然后再量给客人 每一个环保杯 它可能制造的容量不太一样 导致科度会有问题这样 饮料店业者解释 店内大多使用量杯定量 可能是环保杯科度错误 导致落差 而依照化学理论 纯水在一大气压下 四度C时密度为一 重量等于体积 但毕竟是人工手摇引 误差难免 另外各式环保杯科度 不一定经过国家认证检测 导致双重落差 记者黄香富 彭新台中报导